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川普政府正在为波斯湾两个重要盟友实现其人工智慧AI雄心扫清道路,一些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正抓住这一机会,计划在该地区投入数十亿美元。 根据未来确定要公布的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沙乌蒂和阿联酋市将获准更广泛地取得惠大公司和AMD生产的先进AI晶片,它们的晶片被视为运行AI模型的黄金标准。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5月中旬访问了中东,这些交易也逐渐成型,他寻求建立更深层次的商业联系,并将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计划放在中心位置。 关于美国公司准备在该地区扩大项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辉达将向沙乌蒂的Hommel提供最先进的AI相关晶片,Hommel将和AMD一道未来五年向AI基础设施投资100亿美元,亚马逊公司,思科系统公司,Alphabet旗下,Google也分别在沙乌蒂有投资或合作计划。 据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允许阿联酋进口超过100万枚汇达先进晶片的协议,这一数量远超拜登时代AI晶片法规的限制。 另据知情人士,OpenAI正考虑在阿联酋建设新的数据中心。 就在川普访问该地区的第一天,这些AI领域的计划在众多投资项目中引人注目。 在沙乌蒂首都利亚德,川普与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共同庆祝双方更紧密的商业关系。 这些协议还包括扩大购买波音公司的客机,以及沙乌蒂承诺允许埃隆马斯克的星链服务用于航太和海运。 具体来看,辉达,AMD相继宣布与沙乌蒂达成人工智慧交易。 辉达表示,将在沙乌蒂销售数十万颗人工智慧晶片,首批1.8万颗最新Blackwell晶片,将出售给沙乌蒂主权财富基金刚刚成立的人工智慧初创公司,Homeman。 辉达和Homeman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两家公司将在未来五年内建设产能高达500MW的人工智慧工厂。 AMD也宣布与Homeman达成协议,称双方已达成100亿美元的合作。 AMD表示,Homeman与AMD的交易除了硬体采购外,还涉及下一代人工智慧云端运算平台的合作。 另外,辉达重新回到舞台中央,好消息接二连三,股价迅速反弹,大有填补因Deep Seek事件砸下的大坑的趋势。 4月,执行长黄仁勋跑到海湖庄园,给川普递上了一个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的大计划,算是投下的一颗桃子。 现在,川普投桃报李,原本前任美国总统拜登制定的人工智慧扩散规则,原定于5月中旬正式生效。 但消息称,这个出口限制并不会执行。 辉达将继续被允许向更多国家销售高效能GPU。 而这还没完,现在辉达又接连爆出与沙吴迪哈曼基金合作建AI工厂的重磅消息。 这可不是普通的工厂,而是计划在未来五年里搞出总容量500MW的AI基础设施,里面塞满数十万台辉达最先进的GPU。 第一步就够硬核了,一台由1.8万个GB300Grace Blackwell GPU组成的超级计算机,直接用来训练AI模型,简直是AI界的航空母舰。 沙吴迪有钱又有科技雄心,他们的愿景2030就是要摆脱石油依赖,AI和数位转型是重中之重。 借这次合作,辉达不仅能靠卖GPU赚的盆满钵满,还顺带帮沙吴迪培训几千名AI人才,推广自己的Omniverse平台。 这就好比既卖了货,又给自己铺了条未来的路。 资本市场对此的反应是非常乐观的,辉达文峰就立刻猛涨了5.6%。 对沙吴迪来说,这也是划算的买卖。 他们想在AI和数位领域躋身世界一流,辉达的技术和资源正好是现成的加速器。 在此背景之下,辉达执行长黄仁迅的净资产达到114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15位。 他的公司股价5月中上旬上涨了近15%,重新进入3兆美元的市值俱乐部。 这标志着该公司及其创始人的财富出现了急剧逆转。 此前在4月初,由于关税、贸易紧张局势和出口限制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以及财务和营运方面的阻力,挥打股价和黄仁迅的财富均大幅下跌。 在4月的首周,也就是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后的几天,黄仁迅的净资产一度降至830亿美元, 自那以来,他的净资产飙升了37%,5月中旬受盘时略低于1200亿美元。 黄仁迅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他所持有的3%的挥打股份。 5月中旬以来,随着挥打股价大涨5.63%,黄仁迅的净资产一夜之间飙升了60.1亿美元。 不过,今年迄今为止,这位科技大亨的财富仍然减少了6.36亿美元。 对于挥打,AMD相继宣布与沙鲁地达成人工智慧交易。 美国银行表示,挥打,AMD是沙鲁地人工智慧AI交易的最大受益者, 但博通和麦威尔科技也将受益。 有VVIC-ARIA领导的美国银行分析师团队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他们认为,挥打和AMD很可能是沙鲁地人工智慧交易的主要受益者。 不过,他们也要强调, 博通、麦威尔科技在网络连接领域的互补性, 以及光学、记忆体、半导体设备和代工生态系统的潜在收益。 VVIC-ARIA领导在报告中将挥打和AMD的目标价分别从150美元、120美元, 分别上调至160美元、130美元。 分析师表示,尽管挥打是直接获得合同, 而AMD则是通过合资企业参与, 但对于AMD来说,这依然是一次重要的胜利。 美国银行重申了对挥打、AMD、博通和麦威尔科技的买入评级, 并表示认为人工智慧机会将给这些公司带来长期收益。 总体上看,这背后,总统川普的推动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沙吾蒂同天还跟他签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沙吾蒂承诺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 挥打这波操作真是才准了节奏。 这次首批一口气就卖出1.8万个最新AI晶片到沙吾蒂。 这笔超级大单,不仅代表汇打将一扫之前业绩预期不明朗的阴霾, 也显示黄仁勋之前的行动,背后的战略意义拉满。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